在清朝,政府每隔三年都会举办一次选秀大会,有何目的呢?很简单,就是为了帮皇帝选妃子。不过,理论上皇帝已经是后宫家里三千了,为何还要不遗余力地找女人呢?其实这背后有很深层次的原因。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繁华五千年。 大家在电视剧看到的,一般都是皇上和妃子睡觉,都是一觉睡到天亮的。但是历史上不是的,在历史上,清朝皇帝是绝对不可能让妃子留宿皇帝的寝室的。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是这样的,首先是为皇帝的身体着想。 害怕皇帝没自治理,纵欲过度,大家都知道,古代有很多皇帝啊,就是死在女人身上的,贪恋美色而不顾朝政。这是万万不能发生,其次是为了皇帝的安全着想。万一皇帝睡着后,妃子对他做了什么,这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在清朝历史上,妃子是不能陪皇帝过夜的。 要知道,中国古代一直遵循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为了能够有更多的后代很多权贵都会纳不少的小妾,就是为了能够传宗接代,平凡人家尚且如此,而身为尊贵的皇帝纳的妃子就更加不计其数了。 家里三千丝毫不夸张,有的妃子甚至从进入宫中之后到去世,都没有见到过皇帝一面,皇帝之所以纳这么多妃子,有很多原因,主要是为了能够传宗接代,壮大家族,只有皇室一族血脉壮大了,才会让皇族更加稳定,更加利于统治。 所以,皇室会在固定的时间为皇帝安排选妃,相信在很多影视剧中也可以了解到每三年选一次妃子,当然有很多为了能够飞黄腾达,飞上枝头变凤凰,都纷纷前来参加选秀,来参加选秀的人很多,被真正选上的人也不在少数。 皇帝为了能够方便管理,就把他们按照选秀出来的结果,按照等级,把他们分配在后宫之中的三宫六院。 这么多妃子,要让皇帝全部宠幸是不可能的,所以,面对这么多妃子,在皇室也建立了专门的等级制度,会根据之前选秀的表现,和妃子们的出生,先初次分配妃子的等级。 当然,等级越高的,受到宠幸的几率就越大,就能够经常见到皇上,升级的几率也就远远大于其他妃子,与此同时,能够大概率为皇帝生下孩子。 当然,位分比较低的妃子,如果表现得好的话,也可以晋升。 为了公平皇帝,还专门有一个翻牌子制度,因为他的妃子实在是太多了,压根记不住这些妃子的名字和位分, 所以,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实现公平,所以进行了翻牌子的方法来选择每天晚上试寝的妃子。 当然,不是所有人的女性都可以参加选秀的,最重要的是年龄限制。 不仅如此,家庭也是有限制的,不是所有的平民百姓家的女孩都可以参加选秀, 必须是附近官位要达到四品级以上的官员的女儿才能够参加选秀,一般到了13岁以上就可以参加选秀。 倘若年满17岁之后就没有资格参加了,那很多人就想着,一旦被选上,那么是不是就一辈子高枕无忧, 就算是没有皇帝的宠幸,那么该有的俸禄和待遇也足以安稳地度过一辈子了。 如果这样一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就算进宫里也依旧有严格的年龄制度, 我们都知道,一般到皇宫当差的宫女到了25岁之后就会出宫,而皇帝的妃子到25岁之后就不能够入选秀秀了。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到了25岁之后没有在皇帝面前混出个名堂就只有孤独终老了吗? 倘若到25岁之后依旧在位份没有什么变动,那么在后宫的地位就会受到很重要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皇帝每三年选一次妃子,而这些妃子又有多少个三年可以等待。 所以就有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的选秀,只有让年轻的身体健康的女子进了宫, 才会提高皇帝生育皇子们的数量。 另外,在这方面还有一些比较硬性一点的规定,那就是后宫的女子们再到了25岁的年纪, 基本上就不会再有什么事情的机会了。 要说一个女子25岁的年纪生育孩子的话不正刚刚好吗? 可到了清朝的皇帝这里,却就把他们一下子都排除在外了呢。 在那个时候,人们普遍的寿命都比较短一点, 不仅仅是好多近亲结婚生出来的孩子,天生就有些虚弱, 更多的是因为医疗方面的东西特别的落后, 有时候因为一个小小的伤风感冒就有可能会一病不起了, 尤其是古代的女子们能够活到四五十岁的年纪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了, 所以才会有25岁以后不能适寝的规定, 这也是为了这些妃子们的身体状况考虑的吧。 另外,古代的人们在婚配方面也是特别的早。 到了清朝也是一样的, 一般来说,男女嫁娶都是会在十岁出头的年纪就都会完成, 并且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已经连孩子都生下了, 要是一个女子到了二十岁以后的年纪却还是一个黄花大闺女的话, 那就是让所有人都笑话的对象了, 清朝皇帝的妃嫔们也是如此, 很少会有那种在很大的年纪才进宫的特例。 这些后宫的女子们年纪一到了二十五岁的话, 就会成了人们口中的老妇人, 不仅仅是已经年老色衰了, 就连生育能力肯定也是不被看好的。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可皇帝也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有时候他就喜欢那个从头到尾一直都陪在自己的身边的人, 反而对那些新人一点都不感兴趣, 就比如康熙的德飞都到了五十多岁的年纪了, 可还是会经常被叫去侍寝。 不过,像德飞这样的情况还是特别少的, 一个女子只要进了宫, 如果身子骨本来就不好的话, 基本上也就会很快便在这勾心斗角的后宫中消失不见了, 再加上那个时候, 许多妃子都会因为在生孩子这方面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 而把自己的性命也给搭上了。 所以说,总是会有新人们的到来, 旧人们的离去。 不过要说皇帝晚上不能随便和妃嫔过夜, 这还真怪不得清朝, 这得从明朝的嘉靖皇帝说起, 在嘉靖之前, 明朝的宫廷规矩没有这些说法, 皇帝晚上想跟谁过夜都可以, 但是到了嘉靖之后, 他就给明朝的宫廷定了一条规矩, 那就是皇帝晚上必须只能和皇后过夜, 否则就是独寝, 绝不能和妃嫔过夜。 嘉靖之所以会定下这条规矩, 还得从1542年发生的人因公便说起, 由于嘉靖在位中后期喜怒无常。 他经常惩罚宫女, 很多宫女无辜被他惩罚至杖壁, 当时被嘉靖杖壁的宫女有两百余人, 因此嘉靖让宫女们十分害怕。 在1542年时, 嘉靖因故惩罚了王宁平, 因此王宁平怀恨在心, 他就唆使宫女杨金英等人准备刺杀嘉靖。 在事发当夜时, 嘉靖在曹端飞的寝宫易坤宫过夜, 于是杨金英等宫女就联合易坤宫的宫女一起刺杀嘉靖, 他们趁嘉靖熟睡之时用灵布勒住他的脖子, 想把他勒死。 嘉靖的命也是比较大, 有个宫女是到临头害怕了, 偷偷跑出去报告给了方皇后。 得知消息的方皇后, 赶紧来到易坤宫就下了嘉靖。 这件事之后, 嘉靖很生气, 把王宁平和曹端飞以及杨金英等宫女全部凌迟处死, 同时这件事也让嘉靖有了阴影, 从此嘉靖不再宠幸任何妃嫔, 只在独居在席院前心修道。 嘉靖也在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 他就立下规矩, 后世皇帝晚上不得与妃嫔过夜, 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独居, 二就是与皇后过夜。 别说嘉靖制定出这个规矩之后, 很让文臣们赞同, 毕竟文臣们还是比较担心, 皇帝过度宠幸哪个妃嫔而耽误国事。 而嘉靖制定的这个规矩, 至少能控制皇帝过于沉迷女色, 因此大臣们都赞成嘉靖制定这条规矩, 就这样从嘉靖之后, 历代皇帝都延续了这条宫廷规矩, 包括清朝入关后也继承了这条宫廷规矩。 所以从嘉靖之后, 皇帝宠幸妃嫔都是派人把妃嫔照到自己的寝宫, 然后完事后再把她送回她的寝宫。 清世祖顺制皇帝入关之后, 顺制得知明朝的这条宫廷规矩觉得非常好, 可以控制皇帝沉迷女色, 因此顺制就在清朝宫廷中保留了这条规矩。 清朝妃嫔侍寝的基本规矩是, 在皇帝晚膳前, 先由负责皇帝起居生活安排的靖世坊总管太监端上托盘, 这托盘中放着的是写好参与侍寝妃嫔的名牌, 皇帝根据名牌自行选择今晚想宠幸的妃嫔, 选好后就把牌子向下翻, 这就代表着皇帝今晚要召这名妃嫔来侍寝了, 俗称为翻牌子。 由于这个流程举行在用餐前, 因此也被称之为善牌, 算是皇帝用餐前的娱乐项目, 皇帝如果没有翻牌, 只跟回复说去, 那就意味着皇帝今晚不想宠幸妃嫔要独居了, 如果皇帝也没说去, 也没翻牌子, 而是召皇后共用晚膳, 那就意味着皇帝今晚要和皇后同寝了。 细看清朝妃嫔事情的流程, 感觉他们的人生好悲惨, 他们就像是皇帝的一盘菜或者宠物, 皇帝需要他们的时候像点菜一样把他们点上来, 而且根本没有培养感情的机会, 皇帝就会在他们身上发泄, 想想这些清朝妃嫔与皇帝办事连交易都算不上, 他们就好像皇帝养的宠物一般。 这 Coordin署来说是皇帝养的宠物一般。 贴将来酳为皇帝要的宠物一般。 这不是要 saben是皇帝养的宠物, 但是是皇帝的宠物这一般, 这就是皇帝永世爱傍的宠物一般,